提到电动车 你会想到哪些品牌 想到特斯拉 蔚来 小鹏等四个轮子的请扣一 想到雅迪爱玛这种两个轮子的请扣二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同样是电力驱动 魏小李们就是造车新势力 科技感拉满的新能源 雅迪爱玛们则只能叫小电驴 给人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 理论上 明明小电驴才是人类之光 家长用它送孩子上学 小贩用它去菜市场进货 打工人靠它提升通勤信服 就连划墙和起墙两位大佬 也是骑着小电驴开启了逆袭之路 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电动车保有量达到3.4亿辆 也就是说 在中国平均每四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 而且别看小电驴名字图 赚钱能力却一点都不含糊 全国两大小电驴巨头雅迪和爱玛 去年分别赚了21亿和18亿 反观新势力们 还在亏损的泥潭中挣扎 所以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两轮电动车 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动车细分市场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雅迪和爱玛们 又是如何在厮杀中站稳脚跟的 国内两轮电动车的发展 始于1983年的上海 当时上海永久推出国内 第一辆两轮电动自行车 永久排DX130电动自行车 受限于技术水平 DX130的续航爬坡等能力 都不尽如人意 价格还高达昂贵的300块 因此DX130 并没有像永久自行车一样 风靡全国 到了1991年 八年时间才生产了4.5万辆 其中805辆还是出口海外 那时的街头 从平民百姓到国家干部 人人骑的都是一辆二八大杠 电动车的时代 还远远没有到来 直到1995年 新华大学研制出轮毂电机 并将其用在了电动自行车上 中国两轮电动自行车的发展 才迎来了曙光 又过了4年到了1999年 上海青鹤 苏州小羚羊 南京大陆哥 和金华绿元 四家厂商 先后在技术上取得突破 中国两轮电动车行业 正式开始起步 也是在这一年 中国电瓶车行业的第一位霸主 新日成立了 新日创始人张崇顺 是个温州富二代 16岁念完初中后 便辍学在家 继承了家业 把家里的五金生意 打理得有模有样 1989年 也就是张崇顺20岁那年 海南正好在开发 张崇顺便决定 去海南开创 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随后 他在海南开了一家配件厂 并成为新大洲 最大的摩托车零件供应商 到了1995年 张崇顺已挣得千万身家 他原本打算 再创业专卖摩托车 但种种因素 促使他将目光 转向了新兴的电动车 1999年 张崇顺在北京 成立了新日电动车品牌 年底2000辆电瓶车上市 与此同时 在距离北京不过600多公里的河南 30岁的自行车车行老板 张健和妻子段华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离开家乡商丘 前往天津二次创业 之所以选择天津 是因为天津是全国最大的 自行车生产基地 产业链极其完备 同年 爱马的前身 天津市泰美车业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事实证明 夫妻俩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泰美车业凭借自行车 代加工业务 很快站稳了脚跟 2000年前后 电瓶车在国内市场 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依旧不温不火 因为当时大家都有 比电瓶车更好的出行选择 摩托车 按照正常的轨迹 中国本来应该像 东南亚那些国家一样 从自行车王国 升级为摩托车王国 但没想到 一纸禁模令 终止了摩托车的繁荣 带来了电瓶车的春天 当时 各大省会城市 陆续出台相关措施 或是停发牌照 或是分区域现行 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 禁模大潮 2002年底 交通部又出台了 摩托车上路 需要持有驾驶证的新规定 进一步限制了 摩托车的出行 由此 人们的目光 开始转向 更轻便好骑的电瓶车 事实的走向 也验证了这一点 2001至2003年 短短两年内 我国电瓶车产量 从59万辆增长到 400万辆 翻了近7倍 2004年 电瓶车正式被确定为 非机动车的合法车型 属于小电穴的时代 正式开始了 许多我们熟知的 电瓶车品牌 也都是在这一时期 相继涌入市场 2001年 雅迪成立 2002年 新磊成立 2004年 小刀抬龄成立 也是在这一年 张剑的自行车加工厂 正式转型为 电瓶车厂 爱马成立 那是电瓶车市场 疯狂生长的草莽时代 虽然品牌众多 但大部分产品的外观 价格都差不多 没有谁敢自称 想要出圈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打广告 请明星代言 最先使用这招的是新日 2006年 新日签约成龙为代言人 喊出 有阳光的地方 就有新日的口号 彼时 还没有成为代言毒药的成龙大哥 代言效果确实不错 新日成功出圈 2007至2008年 新日一直占据行业老大的位置 北京奥运会时 新日还成为官方场馆内 唯一指定用车 在新日的代言人策略成功后 其他厂商也纷纷跟进 雅迪请了SHE 彼得文请了刘德华 天爵请了周迅 世纪鸟请了李冰冰 当然 最肯砸钱的还是爱马 2009年 爱马以3000万的价格 欠下了如日中天的周杰伦 不得不说 爱马这个代言人 找的确实有一手 以至于 现在只要在路上 看到爱马电动车 品牌哥脑子里 都是周杰伦 骑在小电驴上 对我说 爱就马上行动 就这样 凭借强大的明星效应 爱马从一个地域品牌 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一个明显的数据变化就是 2006年 爱马销量还只有15万辆 但到了2010年 销量已经突破了200万辆 反超新日 成了行业第一 直到2016年 爱马都是行业的最强王者 可以说 在这场代言人大战中 爱马是最大的赢家 但这种疯狂 在代言人身上 砸钱的方式 只是用于市场成长的扩张期 一旦市场饱和 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行业内卷 所以在代言人战争后不久 电瓶车市场的战线 便拉到了价格上 在这个阶段 大家开始玩命的压价控成本 你降价100 我就敢降价300 主打的就是一个 商敌1000 自损800 一降工程 万股哭 在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中 最终行业内大量中小企业被出清 截至2022年 国内电瓶车企业 有巅峰时期的2000家 锐减到只有50多家 这其中就有在价格战中崛起 并超越爱玛 成为新一代电瓶车大王的 雅迪 和爱玛一样 雅迪也是夫妻档创业 1997年 董金贵 钱静宏夫妇俩成立 无锡董事车行 主营摩托车配件销售 没几年 赶上各地相继近摩 两人便改行 做起了电瓶车生意 彼时 行业内的两大龙头 爱玛和新日 正在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 雅迪选择 默默跟随 一边和两位老大 一起卷代言人 让自己的知名度 不至于落后太多 一边以低价作为突破口 瞄准三四线城市 覆盖了不少下沉市场 2016年 雅迪超越爱玛率先上市 次年 时机成熟 手握大笔资金 和富于产能的雅迪 掀起了新一轮价格战 宣布全部车型 降价10%至30%出售 最终 雅迪以当年406万辆的销量 一举超越爱玛 成为新一代电瓶车霸主 当时雅迪和爱玛的差距 只有29万辆 爱玛奋起直追 也还有超越的希望 但爱玛输在了企业内斗上 早在2012年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 爱玛便选择上市募资 以继续加大推广力度 提升市占率 可在IPO审核关键期 爱玛爆出了管理层内斗事件 拦住了她的上市之路 之后又因种种原因 爱玛两次冲击IPO都未能如愿 直到2020年底 历经坎坷的爱玛才获准上市 而此时 借着大量资本加持的雅迪 早已意气绝成 以门店和经销商数量为例 2021年 雅迪经销商数量为3353家 门店数量为2.8万家 爱玛的经销商和门店量 则分别为2000多家和2万多家 要知道 电瓶车是非常依赖 线下销售的产品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 你在想买电瓶车时 发现家附近有一家雅迪 然后你就买了 截止到去年 雅迪年销量为1401万 爱玛年销量为1051万 雅迪的销量已遥遥领先 顺便一提 昔日的老大新日 在10年被爱玛超越后 便逐步掉队 2022年年销量仅为300万台 如今市场份额 也被后起之秀 台铃和小刀超越 排在了第五位 令人不免唏嘘 而就在电瓶车行业老大 几经更替的同时 整个电瓶车行业 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9年 新国标落地 跟旧国标的含护其词不同 新国标十分硬气 对电瓶车最高车速 整车质量 脚踏齐心能力等技术 做了严格要求 使得不少之前 只顾打价格战 而没有技术研发上 精进的企业不战而败 整个电瓶车行业的逻辑 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那就是 从争夺新客户的增量市场 转向了用性能和技术 让老客户换车的存量市场 电瓶车企 开始向锂电池 智能化 互联网化方向发展 典型代表企业 像是小牛和九号 两者都选择了中高端赛道 以锂电池智能化和颜值为卖点 售价虽不便宜 却也获得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那么 对于电瓶车来说 高端化是一条好路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早些年 雅迪曾喊出 更高端的电动车的口号 推出了一系列 4000块以上的车型 还花重金 请来胡歌 范迪塞尔代言 但都没有给雅迪带来 销量和营收上的增长 事实上 在目前整个电瓶车市场 九号和小牛这些 智能高端的电动车 所占比都很少 加起来还不到5% 远落后于雅迪爱马等 传统电动车品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买电瓶车 答案很简单 出行的需要 向上和汽车比便宜 向下和自行车比舒适 这也就意味着 在大家心里 电瓶车 只是一个纯粹的代步工具 我们需要的 只是其便捷与实用的功能 那么就没必要多花钱买高端 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们为什么这么爱小电瓶 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 短途出行需要 接娃 买菜 通勤 在两至十公里的出行范围内 电瓶车绝对是最省时省力的交通工具 而且电瓶车的使用门槛极低 在新国标出台之前 国内对于电瓶车的管理 基本处于放任无序状态 没有人会查你带没带头盔 也没有人会测你有没有超速 停车擦碰这种 对汽车来说令人头疼的问题 对小电驴来说也不存在 其次 是外卖和快递等 即时配送行业的发展 催生了电瓶车市场的繁荣 数据显示 2021年 国内即时配送行业市场规模 已达到290亿单 预计到2026年 有望突破994.5亿单 可以说 只要及时配送行业不死 电瓶车就依然能 笑傲新能源江湖 另外 对于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来说 买不起房 买不起车 但能在24岁 全款拿下一辆小电驴 骑着小电驴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用提前留出堵车 等地铁公交的时间 抬头看到下半路上的夕阳 也可以随时靠边停车 看一场日落 从前 电瓶车意味着风里来 雨里去 披星待月 有点寒酸 但如今 不会堵车 无需车位 随停随走的他 只代表两个字 自由 或许这个夏天 最令人心动的邀请就是 出来路串吗 我骑小电驴接你